各位观众,感谢持续收看,齐哥,达哥,其他这一家 那今天2021年的5月17号星期一 各位如果有在看新闻的话,会知道现在疫情的严重越来越多了 其实也是这几天累加下来的 你如果看到最近的新闻都有在说 那疫情中心指挥中心也都有在说 各位观众就可以看的新闻 以疫情中心讲的就可以去了解了 因为有些东西不能够乱开玩笑的 那很多新闻跟热门搜寻 那生活期哥每天都会找一则新闻来做一下分享 利用录音的方式 因为最近比较忙,不好意思开镜头啦 那甩龙眼安安 那生活期哥找一些分享来分享 那也可以让各位观众朋友,也可以让自己学习到更多 另外游戏强匪的话,最近有一个枪支的minecraft有人要找我去玩 我可能晚一点会去玩一个枪支的minecraft去试试看 那有兴趣的玩家再来看 那另外的话 伊沙米挂昂的话,昨天挂昂是挂一样大溪老街、十分水库等等的风景 有喜欢的观众朋友再去看一下伊沙米挂昂的频道 那我们带入今天的主题 各位观众可以看到,热门搜寻这边很多都在讲停课啦 还有学校啦,医院啦,确诊人数啦 还有这个在家上班啦 还有学习霸 因为我是看到学习霸蛮有趣的 因为 那些国中国小的一些状况 给观众朋友可以知道 我们来研究研究 你看雅虎新闻 等等的 那龙岩说啊 有些人知道身体健康不舒服 硬要跑来跑去真的很可惡 没有办法啦 其实这就是人性 人性的东西改天有机会我们可以多谈谈啦 那 之前也有分享过自主健康管理 自主健康管理跟自主健康监测 是不一样的 有兴趣可以回头去看一下 我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一些内容 知道更多了 那小龙岩说我的聊天是偏了 我聊天室就是做这样子 我没有去做得很好啦 因为没什么人聊天啊 所以聊天室偏了也还好啦 因为字的大小 规则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来调整 那股票也大跌啊 大家都可以看到相关新闻非常的多 载入更多可以看到昨天的新闻 那昨天我有分享优优卡记名 不懂得怎么用的玩家 可以上去参考一下 好那我们再问今天的主题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主题在讲 如何线上学习的学习霸 它会成国中小三版本 教材免费用 那有些观众朋友会担心会害怕 就像我现在一样 我也是在了解一下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学习霸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内容 由中央社这边5月17号的一个撰文 那本土疫情 持续升温 双北高中以下学校停课 至5月28号 等于数据快两个礼拜 那全台各县市有部分学校宣布停课 那二远端教学需求 再次增加 线上学习平台 学习霸 提供 康轩 汉林 南医版本 教课书内容 还有英语学习 阅读素养等内容 让家中孩童 停课 不停学 三 学校老师也可以使用 学习霸提供的各种工具 进行线上备课 初功课 改作业 所有服务完全免费 由于本土疫情升温 部分小学都改远距离上课 那我们的龙眼也跟我分享说 明天要用视讯上课 我上班也准备要视讯了 所以 各位观众就可以期待在家上班的 不一样的生活 其实很多家庭主妇在家上班 他是要顾小孩的 没那么简单 真的 你要顾小孩又要上班 不像上班是8个小时 坐在办公室 你在家里是还要做更多的家事 所以有好有坏 那生活期歌如果真的在家上班 是电脑可能全开了 另外一台电脑可能会开起来 因为说实在的 一边做事一边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是不得了的 那我们还有配备平板 还有手机 那这边有讲 线上学习平台 赚整三版本的教科书 住学生居家学习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已经提升第3级 所以由于国中教育会考 落幕及考量高三与 国三学生已告一段落后 那这已经落后新闻了啦 今天最新的是 高中跟国中行都不用了 都要停课了 高中值 双北高中值以下都停课了 所以说 很多课程可能都要delay 如果去年有经历了 大家应该会回想到 去年的事情 疫情已经产生 到现在已经500多天了 那这边有的相关的 内容连结啊 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喜欢 也可以点击我的下方网址 可以参考更多的一些内容 那学习霸的一个过程 那我刚刚有跟各位朋友讲了 那除了学习资源 学习霸还有指出平台 也提供了国语日报 基本上现在连苹果日报 都要收掉了 所以你可以去看国语日报 有时候蛮怀念的 那个boppermuffer的报纸 大家说英文等阅读 或 英语学习相关内容 还要给中高年级的一个 以上学生看的 一眼看天下的国际新闻 教师也使用学习霸 提供各种工具 进行线上备课 出功课 改作业 所有服务完全免费 好像不错哦 所以玩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点击学生只要登陆平台 这边有个网址 可以参考更多 第一个新闻由上周这边做了一个分享 那第二个新闻我们可以看一下 由风传媒这边的一个分享 风传媒这边的一个分享是 紧急停课也能学习不中断 快认识 线上学习平台 国中小三大出版社教材 一次背琪 由他们的秋 乐琪 应该这样念吧 他们秋乐琪去 分享文章 那各位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这个网页他们就有分享说 他的一个版业 学习的国小国中 汉林国中七八年级的课程 那 有时候想说免费会不会又有版权的问题 各位观众如果朋友想到有什么建议的话 底下都可以做留言 那你到底是 有没有版权的一个状况 那就是说让学习自主 自主可以在家学习 目前已经说到5月28了 那今天的最新 5月17最新新闻是告知说 高中 下 都要停课 所以玩家 有看到 可以跟各位朋友说明一下 上网去看更多的一些内容 那这边有个教学 如果使用学习吧 那这边有讲了 有网址可以连结 各位玩家如果喜欢 就点击下方网址 风传美这边可以帮你做联集 教你注册登录账号 选择夜方上面课程 选择小孩就读学校的课程 教材版本 汉林 康轩南一 选择联集课目就可以开始线上学习了 线上课程内容包含了课文影音测验等内容 但是我又回归到一点了 到底有没有版权的问题 我们只能后续看有没有什么新闻发酵 那学习吧的相关内容 到这边大概跟刚刚讲的一样了 有相关的国语日报 大家学英语语等等的 还有《一眼看天下》的相关新闻 都有在里面 那第三则新闻是 中央通讯社 中央通讯社这边的一个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 线上学习平台 汇整三版本 教科署助学生居家学习 那最新更新是5月17号10点58分 中央社记者 许志为 台北17日电 由于本土疫情升温 部分中小月 评课 评课 并改为远距学习 那线上学习平台 学习吧提供三大版本 教科内容 还有英语学习 阅读素养 等内容 让学生可以居家学习 有时候想想未来阅读素养也不错 可以来学习一下 那要不然我们限制 要学生正我怎么去登录吧 有空我们再研究研究 因为有各自的问题 我们尽量不去做到那么多的内容 那这边的话还是还没有更新到说不到校上课的 因为刚有在宣布 所以很多新闻是即时性的 那分享学习吧的这个内容是让各位观众朋友可以事先知道说 你可以点击 生活期歌 里面的分享的内文 内文就可以去点击到学习吧的一个平台 就可以登录学习 像这边就没有教你怎么 登录了 这边只有跟你讲说选择课程 总览 汉林 康轩 南一等版本的课程 再根据年级科目去学习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是那个 三四十岁的你回去看你一定看不懂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课程跟以前不一样 就像我们以前常讲 绝对有惩罚表 现在的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教育方式都不太一样 所以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点击下方的网址 去加入 或是去了解 可以看到 线上学习平台 学习吧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相关的一些教学内容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风传美这个网址 点了之后 我们来测试看一下 因为各位观众朋友在最后跟 跟你们讲 应该塞车了 那你们如果有喜欢我 就是要订阅 点赞 点分享 那生活期歌 都会找一个新闻来做分享 就像我们今天学习到这个学习吧 你就可以来这边去点击 注册加入 通过脸书 Google 交云端 新北市 签名什么 等等就可以加入了 或者是 设定Email 名称 密码 再次确认 就可以注册 注册之后你可以选择那么多的课程 去学习 那 不知道注册跟不注册有什么差异 那 目前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成语故事 参加课程 他一定说你要加入会员 那新闻有在报啦 我是没有去加加看啦 那如果各位观众朋友有兴趣加好的话 都可以在底下做留言做分享 那生活期歌今天的学习吧的分享就到这边 那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那也非常感谢龙岩陪伴 谢谢各位 谢谢 拜拜